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人秀就录制时间比较长 没太多时间睡觉 昨天我从哪过来的 西安 今天早上起来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 我在哪 我要干嘛 到现在为止快一年了 大家要见到我也会提到银落 戏一下热播以后 就一直到现在都是热工作的一个状态 可能压力就比较大了 但是我也觉得也是通过这个角色 让我知道了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好演员 给我一个方向 好 欢迎我叫老B过来拍照 嗯 走 这样正一点就自然点 嗯 是不是 你坐这 你坐这 我都选完了 这条看着 嗯 嗯 就正一点的 正 这这 那还行 选什么 敬业啊 敬业是应该做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大家可以看到正面的积极的一种方式 要从自己做起 嗯 啊 一天 走走走走走走 演完以后看到鞋子在动 就觉得 挺惊讶的 如果真的是用了特效也好 用了提示也好 用了假的鞋子也好 我觉得没有导演想要的那个效果 那作为演员你就只有去做 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 碰碰就剪了 应该有用 那个现场离这儿远吧 对 几天都不不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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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上车去现场了 活动现场了 开门了 一会儿见 其实你看这种服装的构下 很多都是一种 土红色居多 发誓也很特别 不过演这样的角色啊 可以给剧组 美术啊 服装 很大的灵感 我们当定妆的时候 找了很多的古画 包括令飞的那个 画像 我们定妆的时候 会参考的 我觉得 在戏中 不只是角色和故事 还有更多的东西 是更有魅力的 你有这个机会 可以了解到很多的文化 这都是墨高窟第九窟 应该是 墨高窟的壁画上面的 复制过来的 刚刚是五代的 这是 唐朝 初唐 初唐时期的 我觉得演员一掉下 还没秧 我觉得永远不够 永远不够饱满 所以就要不停地去 唏嘱很多的东西 就有多少都不算多 去面对每天的工作 把它尽可能地做好了 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一个状态 有点紧张了 没事 没事 你是说没事 好紧张 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紧出的这一位 那就是演员 吴锦岩 让我们听一听 他对于敦煌文化的感受 和林杰 有请 大家下午好 我是演员吴锦岩 对话文化是很久远 不容易被大家所了解的 我觉得通过演员这个身份 那你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除了戏剧以外 其他的文化的传播 我觉得其实演员 一是人去拍戏 去演一个角色 一个故事 那在这些故事中 他是有这个责任 通过自己对文化的了解 去把这些故事 能够更深刻地 告诉电视面前的观众 我觉得是有这个责任和实能的 我觉得演员不仅是演戏 还有更多的是 传播一些 关于自己组的文化 关于自己理解到的 支持的东西 放到作品里面 去传播出去 就是一个演员该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